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李良荣 上两集呢 我给大家分析了金奔之战 海峡两岸的经典教训总结 那么这里呢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些关于金奔之战的细节问题 首先呢 关于攻打金门的解放军部队的数量 一般的说法是有三个加强团 244 251 253三个团 不过呢 只有244团加强了246团的一个营 而且因为船只不足 各团都有个别的连队留在了后方 连同第二天增援了十个牌 不算船工 攻打金门部队总共人数是8736人 并没有达到9000人这个数量 第二点呢 攻打金门的解放军部队 因为乘坐了大小不等 快弯不一的木帆船夜间航行 所以根本无法保持队形 中途风向改变 接近金门的时候又遭到了国军 炮火了轰击 队形更加混乱 官兵和船工伤亡不少 各单位并没有完全在预定的地点登陆 登陆之后部队的建制混乱 难以统一指挥 因此不能说是顺利登陆 第三点呢 解放军登上金门之后 只是击溃了国军2014的601 602两个团 占领了滩头阵地 并没有击溃李良荣兵团 第四 解放军登陆部队原来计划是分两路前进 一路呢 是由244团 加246团的一个营 进攻双辱山 控制金门的腰部 截断岛上的国军 一路呢 是由251团和253团 进攻金门县城 但是244团登陆不久 就遭到国军18军 118师的352 354两个团 以及国军11师 31团 在坦克配合下的反扑 因为寡不敌众 25日上午 就被国军全歼 没有来得及向纵深发展 也没有守住 瘫头阵地 251和253团 向纵深前进不远 也被国军 118师353团 和19军14师 4143团挡住 退回了瘫头阵地 在244团势力之后 大批国军 自东向西横扫 251团下午 由瘫头向西转移 和253团 汇合于古宁头半岛 在这种情况下 解放军是背水作战 并没有能够包围国军 而国军也没有能够形成 对解放军的反包围 第五点呢 国军在夺回了244 251团 所占领的 瘫头阵地之后 但因美古宁头半岛的地形 是有利于解放军 直到战斗结束前 一直是由解放军 253团和251团控制 国军没有能够完全的切断 解放军的后路 25日夜间 解放军增援部队 10个牌 又在古宁头登陆 这就是明显的证据 第六点 解放军在情报上的误判 并不是没有料到 胡联兵团增援金门 这并不是事实 胡联兵团第一批的 十八军 两个师 也就是十一师和十八师 早在厦门解放前的 10月10日 就已经从汕头 到达了金门 而解放军 在攻占大邓岛的时候 消灭了十一师 三十一团的半数 抓了不少俘虏 因此当时已经得知 胡联兵团的十一师 到达了金门 情报出现失误的 是解放军并不知道 十八师也到达了金门 同时呢 对于胡联兵团 真正能够进入金门的时间 也判断错误 但是关于胡联十二兵团 登岛时间的判断错误 这是有情可原的 因为在情报 不完全准确的情况下 误差在一两天之内 这是常有的情况 我们现在回头看 胡联的十二兵团 比解放军预期提早进入金门 这造成了金门之战最后的结果 但是也有可能 因为突发的客观原因 胡联兵团上到的时间 符合解放军的预判 如果是那样的话 金门之战的情况 就会大大的不同 第七点 胡联兵团第二批 也就是他的兵团部 和十九军的十三 十四 十八 三个师 于二十三十一 陆续的在金门登陆 到二十四日 已经登陆了一个半师 但二十四日中午 解放军还认为 胡联兵团 仍在海上徘徊 二十四日黄昏 解放军已经得到消息 国军十九军有两个团 登上了金门 但仍然坚持 按照原有计划 在当天夜里 开船发起了战斗 对于国军 在数量上 有可能出现的优势 发生了误判 这一点呢 就像我之前所讲到的 很多人只是一味地强调了 解放军领导层 交自满 过于轻敌 而忽略了 金门之战 在时间上的紧迫性 给解放军 使兵团领导层 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第八点呢 敏南地区刚刚解放 登基木船和船工都非常的困难 当时解放军领导层决定 只要能够找到运三个团的船 就开战 而且没有顾及潮汐的变化 要求木船连夜往返 接运后续部队 没有能力准备预备船只 船工又是临时争来的 没有经过教育训练 船队接进金门的时候 因为国军的炮击 船工或死或伤 或跳水逃散 最后导致船只无人掌握 海水退潮之后 全部搁浅 被国军焚毁 第九一点呢 解放军在总结金门实力的 实际原因的时候 也准确的谈到了 这主要是因为双方兵力全疏 根据福州军区 1960年前后的几份内部文件 金门的国军守军 7倍于解放军的登陆部队 约在6万人以上 而且还有海空军的支援 坦克炮兵的配合 占有绝对的优势 尤其是国军一方 对于解放军攻击金门的地段 重点都有准确的判断 这要归功于李良龙 在古宁头及其东海岸 配备了二线兵力 在金门狭窄的腰部 设有中兵把守 这就使得解放军发起的攻击 不能立刻奏效 等到胡联的援兵登岛之后 解放军的失利也就不可避免 最后一个关于金门之战 我要补充的 是关于在不少关于金门之战的文章中 所提到的 素玉批示的三个条件 这个说法呢 最早出自于肖峰的日记 1986年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 一代名将 回忆素玉同志一书 肖峰在其中所撰写的 南望的教诲一文中 正式提出了这个说法 他说到 金门战斗的失利 是违背了毛鲁锡 不打无把握之仗 违背了经素玉首长 批示的三个条件 那么因为金门之战 是解放军 所经历的一次重大的失利 这就使得这三个条件 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之后很多探讨和总结 金门失利的文章 都原因此说 这三个条件呢 那就是 一 以原敌108师 一万两千人计算 只要敌人增援一个团 那这场仗就不要打 第二个条件呢 只没有一次 在六个团的船只不要打 第三个呢 要求苏北和山东沿海 挑选六千名 久经考验的船工 船工不到不打 从具体形式上来看 这是三野首长 肃玉 关于组织金门战斗 下达的特别指示 从内容上来看 是就发起金门战斗 所遵循的作战原则 和战斗准备 所必须具备的 给予了明确的具体的指示 这三个条件的形成 是肃玉得到了 包括消风在内 所反映的一些情况之后 并归纳成三条 做了明确的电文回复而产生 但是截止到目前 这三个条件的说法的成立 尚未发现比较可靠的资料 来予以落实 有一部分历史学家 就提出了质疑 一 作为当年直接负责 战斗组织指挥的消风 提出三个条件的说法 固然有一定的可信性 但是目前 上面有第二位 当年金门战斗的亲历者 提及此说 以共佐证 作为当年 士兵团司令员叶飞 在他的回忆录中 谈及金门战斗的时候 也没有提到这种说法 自始之中 目击战斗的组织和实施的 29军85师作战参谋 彭允泰 在难忘的金门之战 一文中 着重分析了金门势力的原因教训 也没有提及这个说法 另外呢 在文字档案资料中 也没有发现 提供这个说法的佐证 二八军在该年11月19日 在福清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 系统的分析和总结了 金门势力的经验教训 文中也没有提到这个说法 第二 三个条件 是三野首长速域 关于组织金门战斗 所做的重要批示 而且明确规定了 战斗打与不打的三个具体条件 然而在素以有高度的组织性和 纪律性著称的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 在士兵团 居然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足够重视 和坚决的贯彻执行 从而仓促的发起战斗 造成巨大的损失 这样严重的伪计行为 在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中 是不可思议的 而罔顾这种具体的指示 造成严重后果的 士兵团领导层 没有遭受任何处分 这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 从这三个条件的内容上来看 每一个条件 无物是仅仅扣住了 金门战斗中最为关键的环节 倘若解放军在发起战斗时 哪怕是仅仅遵守了 执行其中的一个条件 金门战斗 也就不会是那样一个结局了 三个条件提出的 如此的准确和精辟 而战斗的结果 恰恰又是如此的惨痛 这会令人产生费解的疑问 因此在现在的史学界 关于素玉所提出的 这个三个条件 这个说好的成立 仍然缺少足够的证据 加以证明 因此呢 我们在总结金门之战的 经验和教训的时候 需要看到解王军领导层 在主观上的失误 但同时也不能 过分的夸大主观失误 将主观上的失误 掩盖住 对所有客观因素的理解 只有把主客观因素 充分客观 公正的分析之后 我们才会对金门之战 有一个正确的结论 金门之战之后 李良荣将军 就调回了台湾 此后不久 李良荣就脱离了军职 王娃于台湾 和菲律宾之间经商 他在菲律宾 开办了水泥厂 经营的非常不错 但很可惜1965年 他到新加坡 参加陈嘉庚先生 女婿的追悼会之后 在归途中 因为车祸 不幸离开了人世 足年58岁 李良荣将军 在国军中的风平甚好 当他离世之后 他之前的下属 或者是同僚 在写回忆他文章的时候 吴不是交口称赞 二十二兵团司令部 三三科中校参谋 所写的 《战场主宰各举风范》一文中 回忆说 李将军为人清廉耿介 沉默寡言 勤劳刻苦 公私分明 因身材矮小 人多称其为 武短为贵 不随俗 不弄拳 人称二通将军 即上通天文 下通地理 中不同人情 耶尔人提到 李良荣在他的戎马生涯中 经常携带着中外书籍 进行阅读 当时将领 能读外文书籍者不多 而李良荣 恰恰是其中之一 可见他的好学不倦 而且呢 李良荣颇喜欢研读兵书 名人传记 经常把书置于自己的口袋 稍有空闲 就加以研究 因此呢 他的部署都称他为夫子 他的部署还回忆说 李良荣带的部队 办的伙食 都比别人家的好 也正因为这样 他带的队伍 无论是纪律还是作战 都比其他人的队伍 显得更为优良 李良荣一生清廉 而且罪恨违法和贪污 他奉行的是赏赐下先 罚由上起 金门之战结束之后 兵团颁发奖金 在论功行赏的时候 李良荣认为 作战胜利 这是士族用命 所以除了着流 一小部分之外 其余大部分 都转发给所属的各部队 金门之战 担任李良荣 传令兵的赵白仁 在他所写的 怀念李良荣将军的文章中提到 金门之战之后 当时陈诚 传令家长三军 发下了大批银员奖金 赵白仁当面听到李良荣 下令说 这场胜仗是战士打的 所有姻缘一律发到各团 赏给战友 不准留下分文 我本人一元也不要 后来赵白仁 被赏赐了姻缘十美 他列为传家之物 世代永传 1949年10月28日上午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长官陈诚 在金门中学大礼堂 召开了战役检讨会 时任25军军长的沈相辉 后来回忆会前 李良荣曾经告诉他的参谋长 李良荣说 须知我们这回的胜利 并非侥幸 而是得利于海 空 庄甲和街坊的友军们的 同心陆力 功劳是他们的 请记住 检讨会前 李良荣会下 前22兵团所处部队 都被告知 要保持低调 对于这次检讨会 李良荣虽然以战场主将 把会议的程序 安排得非常妥当 但他不仅自己不说话 而且叮嘱部署 不要发言 要把战胜的功劳 都让给友军们 但这也让李良荣 在国军将军中 得到了很高的赞誉 后来在东南亚 和李良荣一起 规划水泳场 舰厂事宜的同志 回忆说 他和李良荣 朝夕相处了八年 可是从来没有听过李良荣 提起过古宁头大捷 好像这件事情和他完全无关似的 尽管李良荣的这种高峰亮节 使得民间对于李良荣 在金门之战中 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甚了了 但是军中同仁并没有忘记 胡莲就曾经说过 最让我感动的人就是李良荣 战后不烧表其功 后来胡莲经过马来西亚遗保 曾经亲父李良荣将军的墓前 献花祭酒 而且在调念的时候 回忆往事不仅脱口而出 忠肝义胆 来歌来响 胡莲曾经说过 李良荣所表现的军人武德 实不愧古人所说的 功则相让 败则相整 李良荣的一生 为国辛劳不求名利 退役之后 又远赴南洋 开创事业 最后不幸买骨他乡 虽然他一生 奉行的是不拘功 不轻讲 但是他的这种低调 反而使他的部署 和他的同僚 能够对他的士气和节操 记忆犹新 念念不忘 这也使得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了解到 黄埔一期中 这位原来部本人所知的优秀将军